大家看到畫面 再說一次 這裏才是真的 記住Wave裏面避免失分 盡量把所有分分 Wave一開始我們會有兩種Wave 一個就是Transverse 一個就是Longity Wave 記住那些字一定會寸 另外什麼叫Wave呢 其實是Energy的傳播 所以其實我們在看Energy怎樣存有什麼方法 所以Wave是一個Transfer Energy的方法 至於它是否需要Medium呢 要Medium的話叫Mechanical 不需要Medium的話大部份就會叫做Em 而是Tromatic 另外什麼叫Transverse呢 就是Perpendicular 什麼叫Longitural 或是Parallum 另外在後面一點就會告訴你 什麼叫做Traveling 有一個地方另外一個地方 能量傳遞到的 Stationally 能量都在裡面 好 繼續 基本的東西 其實剛才問了一條問題 這裡 如果我們畫到這三幅圖的樣子是差不多的 這個是三個Cycle 但是到這個問題 似乎上面有些東西 有些起伏 又有起伏 但是看清楚這個樣子和這個樣子不同的 如果它多送一塊這樣的東西 就告訴你 這塊等於這塊的話 其實這個Cycle 這個才叫做一個Complete Cycle 那你就知道這裡不是兩個Complete Cycle 不是說有正有負就一個Cycle 是樣子一模一樣 跟旁邊一模一樣 那才叫做一個Cycle 第二個Cycle 是不是 這樣就糟糕了 原來這個是一個T 還是不是一個T呢 就是在這裡 這裡要寫什麼的 如果我的答案是一個T 是對的 這裡要寫什麼 A Second 再好些 是 但如果這個不是寫Time 這個寫什麼好呢 寫Distance 所以記得所有圖都必須要看XYS才能夠決定 所以這就是指定 另外在公安考試裡面考Longitule 可能性幾低 十條一兩條左右 但是考清的話 尤其是這樣的圖 最難看的 那個秘技是什麼呢 秘技就是你要看前面 什麼叫做Compression Center 迫到飛起 那個叫做Compression Center 梳到飛起 叫做We are Faction Center 圖表就是這樣的 放大一些 這樣的 這樣被人逼死 被人逼死 怎樣才被人逼死呢 就是旁邊的同學 走過來逼死你 另外旁邊的同學 都會走過來逼死你 這樣才能夠做到Compression Center OK 那就記住 Compression Center有什麼特別的呢 特別就是上面 你看到這一部分 就全部都是一個Equilibium Position 記住 對號入座 所有特別的地方 包括R 包括C R,O,N,C都是特別的位置 什麼位置呢 它那個S應該等於0 它的Displacement應該0 就是處於Equilibium 所以看到它的Equilibium在這裡 它就是這裡 Equilibium在這裡 它也是這裡 所以這個是R 這個是C 在這幅圖裡面沒有一個學生看不到的 一定看得到 而公安考試的難度是難於什麼呢 如果A部分問你 A點 B點 A點是什麼 你要懂得搭Compression Center 你得Compression 0分 搭Center 0分 你要得Compression Center 或者叫做Center of Compassion 這樣才會拿Fullmark 那這個R Re-Fashion 那這一部分呢 段古沒有學生死的 除非它真的沒有讀過書 但是如果你用圖表 另外一個圖表的方法呢 就要讀一下書才懂的 OK 這樣還沒到 一會兒就讀 好 Adverture 也是死的 上面那幅圖是沒有學生不懂的 Adverture 就是由Equilibium 上到最高點 但是仍然有學生死的 死的是什麼呢 就覺得Adverture是最高和最低的錯的 是最高和最低的相差的是什麼 一半 那個才叫Adverture Adverture沒有分證符數 總之給個數字就可以了 所以下面又寫了 Adverture的定義是什麼呢 就是Maximum Magnitive Magnitive OK 只是外國數值而已 正負數不理 就是說它處於Equilibium 值得多少 接著是Mega Wave Link 是Minimum Distance Between Repeat Itself 講過了 Fashion 為什麼呢 一秒鐘做了幾個循環 Period就是一個循環要用幾秒 最基本的Definition OK 詳情關於RC那些後面又說了 一會兒說 好 另一個概念就是Wave Speed Speed 記住大家要懂得畫連環圖 幾多個循環 幾多個移出去推 對不對 我告訴你後面的表裡都知道 不過我用回已經學過的方法 看著外面 這一點 這一點 這一點現在的Displacement是零 我想問 它現在的Wave正在走進去 這一點將會向上移動 明白嗎 將會向上移動 上到最頂之後 下回 所以過了半個階段之後 它會下回原本的位置 去到這一點 它的速度是向下 OK 向下 繼續在這裏 上回原本這一點 一個Compute Cycle 所以你看到了 這裏剛剛看到一個Compute Cycle 所需的時間就是一個Period 而走了幾天 走了一個Lambda 記住 長題目 長題目是不會告訴你這個是Lambda 你要知道這個就是以前學過的D D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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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間 什麼Definition 是mechanics Velocity OK 只不過這次的Distance 有特別的意思是在Wave裡面 在Lambda 這個時間很特別 叫做Period T 這樣就組成了Wave equation OK 記住這個Definition 另外 幅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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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改變 對嗎 Apitude增大 速度是會上升 對嗎 對嗎 Apitude大了只是改變什麼 Figency 答案是改變Energy 我講話大聲一點 你不就聽到大聲一點 記住 Velocity要改變 改什麼才改變 Medium 改Medium 例如原本是水的改成Metal 或者不是啊 現在是水來的 那改什麼 那就是改Medium 如果你在水的話 可能改水的溫度 如果這個是橡筋繩的話 改什麼 改Tension OK 那這些就叫做Medium的改變 或者裡面一些的 Figency 改變 你才可以改變速度 好 跟著 剛才有和我答Figency 我現在想問你 Figency如何才增加到 等等 你太用這些 這個式了 V等於F Lambda 有被動和主動的 你覺得誰可以主動地改變 答案不是速度 答案是Figency 我每秒鐘伏勢 什麼星矢 天馬 流星拳 一分鐘七百下 OK 那我可以改Figency 但這個V能否改呢 這個V理論上不能改 因爲它 depends onMedium 除非你換了Medium 這次Figency如何改變呢 靠Y Beta 如果我用電的方法 叫做Signal Generator 那Signal Generator 那Signal Generator 出來的Signal 我們做過的 在聲音的課 放一些超音波出來 大家耳朵很不動的 我聽不到你聽到的 所以最被動的是Lambda 千萬不要說什麼增加Lambda 考試題目就是經常說增加Lambda 其實增加Lambda 靠什麼方法 改變Figency OK 可以嗎 所以記住這件事 因此 如果將Figency提高 Lambda 將會下降 Assume 降Media 沒有改 OK 可以嗎 所以如果有人問你 如何改變Figency 改變Signal Generator 出來的Signal 或者改變Y Beta 的Figency 這樣才能做到 所以有一個主動的改變 或者被動的改變 好 到這個了 這個就是關於體圖 這裡就是大多數同學 學一些課的時候 有點閉嘴 不過大家已經過段幾次考試了 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的了 大部份公開考試合格以上少少少 就是Level 3、4附近的問題 就是問你哪一點是上下下 我想問 還有什麼形容字 好 那怎麼看的呢 不要這麼快看 原來你要看這條題目 一定要看到什麼呢 就看到位置怎麼走 大多數十句其九 向哪裡走 左還是右 大多數向右 我當這個也是向右 其實是不是的呢 你查到的 如果真的向右的話 我們有個方法叫Prediction Method 但記住Prediction Method 只可以什麼時候用呢 不是 不是Transverse Wave Longerated Wave也可以 我們用Longerated Wave的話 變回Transverse Wave的方法 一樣用到 什麼時候才可以用 那個拍照方法 黃明拍照嘛 拍照嘛 整條繩 現在拍照 跟著很快再拍 你就看到動畫化 所以原來什麼時候才可以用拍照方法呢 那幅圖必須要叫做 這個叫做S Displacement Mark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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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ance的特別是什麼呢 不同的距離 有不同的距離 有不同的距離 你拍照的話 應該是時間固定 時間某秒 零秒 固定了 一齊大家打合照 每一粒 不同的位置 將會被你拍到 所以記住 Prediction method 只是True for SD Graph 拍相機拍到的情況 好 那當然你千萬不要說 拍完之後 怎樣怎樣都不動的啦 錯 拍相機只是將那一刻捕捉 不代表它是全部固定 其實粒粒也有機會在動 但是唯一有些不動的地方是哪裏 哪裏不動的 momentally advanced 叫什麼名字 那些地方 最高的地方叫 Quest Quest Central 那些就momentally advanced 那些低能 這樣都不會答 應該不合格的 好 然後我想問Point C Point C怎麼知道它向上 如果用Prediction method的話 亦都估計它向右手邊的話 那就是將整個圖 影它一次 少少地移到右手邊 這件事我用虛線的 這樣就很難畫 用這個方法就會看到 現在這裏 將會這裏 因此它將會向上動 記住Prediction method只是True for 影上Displacement Distance Graph 但是如果問題改了 向D的方向就不同了 如果向D的方向就不同了 如果向D方向的時候 你的圖圖就需要轉移到哪裏 左邊 這樣就看了 如果轉移到左邊 就是這樣畫的 那你見到C點就將會向下 截然不同 所以當你看Softpack 看MC 看清楚它怎麼說 但是通常MC賤格的 如果他想考你Level4以上 看這裏 看這裏 現在告訴你有一點 有一點 向上升 OK 說完 你知不知道這個Wave 向左行還是向右行 是的 不知道的 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知道 那些點是代表最低的點 C點還是C點 完全不知道 我多加個資訊 這樣來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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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在Ecolibium 向上升 你可否有信心告訴我 他向左行還是向右行 整個Wave 都不行 明白嗎 明白嗎 那要加一個什麼資訊 你才肯定它是向左還是向右呢 就加隔壁的夥伴 OK 好 我現在告訴你 他旁邊的那顆 在最高 現在不動的 好 答我了 那現在你有沒有信心 是向左還是向右呢 還是仍然沒有呢 向右 小心點 你隨時出事 的 MC 加一個 更重要 這一點 和D點之間 是同一個 趨勢 我說的很小心 因為曾經出過類似的東西 趨勢的意思是什麼 D點以上 再沒有其他的變化 那就是說 挖它呢 那個Wave是這樣的 我稍後會補充的 它有機會就是這樣的 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聰明了 就連起來了 然後又告訴大家 這個向上移動了 那就是將來呢 將來呢 將來的點呢 將會是在這裡 那將來在這點的時候 我們就連續回 那就是好像這樣 那就是由紅色變藍色 那就是向這邊移動了 行了 那這個難一點的題目 是會這樣問回你的 不是直接問你 直接問你 應該是合格 那種人去答的 那如果反過來 給你一個資訊 我告訴你這個向上 最近那一點 它在最高位的話 你應該預測到 整個Wave應該向右邊走 OK 好 再補充剛才剛剛說的這條 那為什麼我講得這麼小心 就是要同方向呢 因為有機會你畫到這樣 看著 挺難畫的 有機會是什麼呢 它不只是順勢上的 它有機會呢 是上了去 所以下來 上去 上去 行不行嗎 行的 行的 仍然行的 所以 小心點 不過 雖然是這樣 但是不是仍然是憲友呢 這個也是 那可不可以再滑點 不是的 是怎樣的 但仍然這個是最高點 所以原來 即使是這個case 1和case 2 答案都是一樣 向右手邊 OK 但是曾經出過的 它就不是給最高點來 就給D點向上 D點向下 那我現在問你 這個wave 向左還是向右 左還是右 其實你看這邊就可以了 那有哪个案子是复权这个案子的呢? 这一点,这个吧,一上一落 那这里是一上一落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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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所以这个决定不了 明白吗? 这个如果真的出,不是合格,是级四、五以上的 这些款,级四、五,因为它要你能不能回头去做预计 这个是难一点的,所以如果大家想拿四以上的 就留意一下这些类型的问题 明白吗? 所以我记住,我现在说这个revision guide 其实目标不是合格,当然我告诉一些合格的人 如何才能合格 但如果你是上级四以上呢? 你也要复权一些更新的东西 明白吗? 好,接着就继续了 这些低能东西的,什么叫compet cycle 其实谁人都知道的 但记住,我们考考你的问题的时候 是要你察觉到它是compet cycle 这样才有难度 另外,最高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at equilibrium 什么意思? 是速度最快 等着大家打千秋 落到最低速度最快 为什么?mechanics 为什么千秋落到最低速度最快? KEE是maximum 但是什么是minimum 就是再好点的名字 MGH是颗色来的而已 是,GPE GPE是最低 另外,上到最高点 就是Quest和Troft 就是momentally event 刚才温过 另外,Inphase 什么叫Inphase 大家是什么都一样 例如什么时候 相差一个Lambda 两个Lambda 如果相差半个Lambda 叫做anti-phase 或者叫做180度 OK 刚才找了一点点 就是拍照 拍照也是一次过同一时间 拍照 你看见它? 斜看了 哦 但同一时间里面 看完每一粒什么位置 OK 那么用这幅图 你可以伤证到A和Lambda 刚才问过问题 我明明看到这个是一个Complete cycle 但这个资讯是代表什么呢? 当它代表lambda就代表x axis是distance,即是position 如果这个是代表period的话,x axis必须是time t 很快就做一个快评论 因为MC问的,现在问你这一点有些particle 它将会向什么移动?向下移动 因为你画一条prediction的东西,它向下移动 这个是合格多一点,level3,你当这条问题 因为有人是解决不了的 好,接着用同一点,它将会向... 为什么? 大了吗?说多一点吧 是啊,它已经说了,用什么trediction 麻烦了就看到了,时间是1秒 现在问你1.1秒在哪里,1.1秒就在旁边 向上 所以这个想告诉你 当人们问你,它将会向上还是向下移动 看清楚的x axis是什么图,而作决定 OK?不要漏妄 OK?完成 好,今晚就认识了 等一下,你的student version 没有的,那我应该开回student version 不过太快了 好 大家看不到,那我现在开回student version 好,开了 什么? 什么? 不是,我现在开回student version 好,跟我回答一下这个 不理了 对 全部啊,全部啊 我怕我忘记了,我离别说了 好,我看一个 common mistake energy and matter 看了 那他说diversion和travel 大家一样 都是这样的 他接着就问你 Wave travel energy but not matter 现在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问你哪一幅图案 那粒 particle 其实是怎么动的 应该怎么动的 首先第一时间 你看到这个wave的 方向右手边 知道吧 向右手边 现在这个是什么wave transverse wave 的话 particle 的oscillation 应该是向 上下 因此 左 右 右 右 这个对 这个错 那为什么错呢 particle 是meta 他不会打横走的 他只会上下动的 所以答案是这个 student version 大家拥有的是student version 自己分下 这个错的 因为如果这样说得对的话 particle是动了的 记住 particle那个 不应该叫做transfer 我们那个particle的动的话 叫做oscillation 摆动 摆动是原地突破 摆动而已 不是transfer 或者travel OK 第二 第二到这个 nature and properties of wave nature等于property 到旁边就说nature和property是这样分的 nature是mechanical 和em 就是apultu frequency period speed OK 下面呢 nature就是这些东西 下面就认识你了 do not make up the meaning of nature or wave and property or wave 我想问 nature等于property 是旁边那些那么复杂的东西 旁边很复杂的那个才对的 你知不知我又想提醒你什么 等等背 不要紧要背就背 不过你背错的东西就糟糕了 所以大家原来我想提醒你 看题目 give to nature of waves 你要答 mechanical mechanical transfer wave 或者 答 traveling transfer wave 或者 stationary em wave 这些是nature or wave 如果你问你的properties or wave 你就回答这几个properties 我想教你 看题目 什么时候 问nature 你要回答这些 题目问properties 你要回答这些 OK OK 好到下面 下面就是appertile和wavespeed的关系 这个速度是independent of appertile和frequency 还是旁边呢 appertile或者frequency提高 速度就会提高 谁是对的 左还是右 左对的 不是不是不是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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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调转了位置 明白吗 可以吗 调转了位置 真理神传的 我刚刚才说完 OK 记住 v是depends on什么 v depends on什么 是medium medium 记住 depends on medium 好 继续 到下面的幅图 他问你 Motion of particle in a longitude wave 首先有同学就说了 这图只是true for all transferers 错的 Longiturial 都可以用回 displacement position 或者displacement time graph 去表达的 明明点 打环动 你打环就好似打洞 去做 所以一样可以用到prediction method 不过在这条问题里面就看清楚了 他说 SD graph是这样的 他对应的sxt graph 就是这样 或者这样 问你哪个图 首先 SD就一次过认了这么多人 在这幅图里面 虚线是predict 实线是 现在 我想问只看sd graph 你会看到x将会向 向上移 好 我想问 向上移的话 他的sxt graph 应该在左边还是右边 怎样 他困难的地方 就是你要看 我都不知道现在什么时间 其实你知不知道什么时间 现在 现在不是叫黄中 T等月零 你怎么知道 写了的 差点看不看到 所以 告诉你T等月零 出冊 拍照 看到x在这个位置 那就是说什么 如果 不是MC Long Crap 的话 你第一时间 别人问你 麻烦你画一个sxt graph 你第一时间 假设不能让他自己画 你会记录哪点 时间是 0的时候 sx是 0 首先记录了这点 记录了这点 你怎么知道是一个正常的浪 还是负浪呢 你就要告诉自己 这个点 在时间零就是零 但是 时间零小小的时候 他将会向 是什么 幅图画向上移动 所以答案就是这个 这个是Long Crap的答法 Long Crap通常就会叫你 根据上面的幅图 叫你画回sxt graph 那你就用两样东西要做 第一 搜索到最初的位置 之后你要决定到这一点 向上移动还是向下移动 你就保在后面 那就完了 不过 不过现在又想问你 其实你怎么知道是这幅图 有这幅图 肯定你懂得这个是正常的答案 但是 你怎么由上面这幅图 这幅 答到sd是这个呢 有没有人可以答我 有没有 为什么 太迟了 已经我们中六了 不要再想我怎么解释 最重要 结果 结果是什么 我说过的 全部东西只叫sd graph sd graph上面的点 不管r不理c都一定在哪里 Ecolivia 至于这些点是r还是c 背了 sd graph那点 现在想问x是c还是r c 这幅图告诉你没可能是r c 跟着我们就用jog conclusion 在x那点的snope 正数还是负数 怎么扯的 负数 背了它 sd graph sd graph sd graph 就意味着它是什么 comparison center 其他你没可能知道 背了它 背这个 背这个就会演化做另外的三个 另外三个是什么呢 sd graph的正snope就代表 we arefature 还有两个 另外两个是什么 另外两个是什么 另外两个 寄一个忍生三个 哦哦哦哦 你看说 是不是只有sd graph 不要啦 用完了 是st graph 答我 不算了 怕大家就不记得了 我写了 不过小一点 sd的话 正snope的 就代表什么 这个是we arefature 还有另外两个 另外那两个 当然是st OK 另外st 都是有一点 st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正一个负 你觉得compensation center 正另负呢 为什么 我记得叫分传 但是我记得不够 好 为了dsd 这样就可以了 就为了真理 给你了 看不看到 不是答我 给你了 OK 没办法啦 我们走到中六了 记得一些永远不会错 又罪罚得对的东西 就是这里 这个是缩证的 所以如果发觉这个是正宿呢 这个是C还是R 这个 这个是C 所以相对 最后一个 就是st 你记得来呢 就 这个是 这个是 我们要记得 所以记得 我们只需要记一个 就记得另外三个 当然你这个记错了就 存根覆没啦 OK 物理上解释 小小 记得就记得 不记得 算了 物理上解释呢 就是怎么看呢 要放大点 物理上解释 刚才我说过了 喂 你这个是 你这个是 为什么被人逼得这么惨啊 为什么 旁边的人 坏人逼你咯 我想问 这一点 这一点 这个人向哪里走 向左 这一点呢 向右 那就是隔壁那两个人呢 是壞人来的 走一些不同的方向 行不行 明白吗 走一些不同的方向 去逼死你的 那这个人呢 就原先就在 副的方向 走到去正方向 到这个人呢 就原本在正方向 那他又走回去这个方向 最后呢 就是逼死你的 行不行 那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物理上的真理 告诉你 他怎么逼你 去做事的 OK 那我详情又看看 有空看看这些 这些MC 好到这个Key了 这个 有些太低能的 太低能 其实就不应该 考虑的 不过我想做个 评论 OK的 好看一看这条问题 全部东西都给你了 说你走什么方向 有什么点 去推 最重要的字呢 就是这句 放了 转红色 最重要的那句呢 就是这句 它说 如果是 那些波形 转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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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的红色 你认识 连结构 走了21cm 所以一个周围就多少 21胜并除 除多少 除3.5就有答案 一份 这样都不懂 应该工作可以了 因为合格无望 好 到Ferrens 怎么看 对了Ferrens 就是隔离的图 隔离的图就要看到什么叫做complete cycle 0-0.2秒是多少个周围 四分之一 即是0.2秒是四分之一 一个是0.8 真还是假的 不知道 我可以不用这个数据 我可以用0个数据 就是0.2-1.4是多少个周围 1.5个周围 1.4和0.2之间相差1.2 1.2是1.5个周围 所以每个周围是0.8 不过0.8不是答案 还要1.5个周围 这个又是合格 这样都不懂 合格不了 A1加A2 好 接着我问你了 Y at time T 等着你 它的Motion是什么 看哪幅 是否看ST围 为什么不是 都不是Y的那粒 是X的那粒 OK 所以看回X的那粒有什么 information 帮你想到Y的那粒呢 是呀 你看不懂我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其实题目赶了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什么时候 T等月零 当你知道T等月零这个信息的话 看回旁边 ST围的T等月零在哪里 应该是最高点 但小心点 你看到这里真的是最高点 但如果没有这个 这个信息欠奉的话 你就要背一眼 它有机不是最高点 但题目要赶到什么的资料给你听 你才是最高点 不是 错 T等月零有机会不是最高点 它给你什么信息 你才肯定它是最高点 不是 答案是 如果它告诉你是momentity of s 你才肯定它是最高点 它有机会是0的时候呢 是被人扔下街啦 或者扔它再上的 OK 小心点 有机会这样出的 所以它问你Describe y 咦 X最高点啊 Y 那你就用预计方法这样预计啦 那你见到Y将会向上移动 那跟着那些实识答的啦 是不是 好 下面问你 哪个是最大的KE KE最大的位置应该在哪里 应该Ecolibium 那看到的东西只有两个而已 哪两个 A和Z 但是它没有A给你选 它只是问你XYZ而已 所以只有Z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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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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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千万别被人出了东西 现在问你两秒 喂 死吧 鬼会吗 你要看这幅图辅助 0的时候呢 X是最高点 那我想问 两秒的时候是什么 刚才经过计算 一个Circle多少 一个Circle多少秒 0点几 0点几 0点8 好 接着现在的时间就是两秒 那两秒是多少个Circle 多少 2.5 2.5个Circle 2.5个Circle 哇 正啦 2.5个Circle 即是你这个点 你这个点啊 不知道什么点 XYZ不知道哪点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和X是八卦后颈的 就是差了0.5个Circle 那就是说给你听 说给我听了 看外面 XYZ现在最高峰 我们找那点应该现在是什么 如果和他刚刚包含2.5Circle的话 应该是哪里 等等 我们找了原本时间0的时候的比较先 因为看到他们的时间相差呢 就是0.5Circle 那就是说X最高的时候 对方就应该在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最低的 那这个才可以包含的 OK 好 接着 现在问你了 在时间2秒的时候 哪个东西是最厉害的 OK 那我想问了 答不答我 在时间2秒的时候 X在什么位置 X在哪里 X在最低 X在最低 那如果X在最低的时候 那怎么样 那对方就应该在最高 OK 但是最低最高都是 Ecolibium 所以我们必须找一点是什么 当X是最低 对方应该是Ecolibium 哪个才是 Z OK 行不行 是这样想的 不过好才 刚才没有人答错的 因为看完 漏了个2秒 那刚刚好 不死得的 万一下一次 它不是答2秒 是答1.5秒 就证明你死得到自重了 OK 接着 C就叫做画图 有什么秘技画图 A、B 当然 记住 你只需要画A或者B 画完A之后 那怎么办 反转就是B 因为AB刚刚好 Anti-phrase 可以自己画一画 那我们要记住X在哪里 都是同一个问题 A点 现在要画它的图出来 看看外面 现在A A 现在要画什么 要画个Wayform Between A和B 现在一个A点 一个B点 要画它的图出来 我想问 现在是在画S S S D OK 那现在就是S D 反而重点是什么 问你2秒之后 A点是不是Ecolibium 是 是啊 只不过A点 现在这一刻 0秒的时候 这一刻将会向 上下 但是我们刚才算了2秒 其实是2.5周 A点将会向上 好 看看外面 我想问 现在答案 A点那里 一个正常的正沙瓜花 就是负沙瓜 我先去在画 反正 记住 A点将会向 上 先画好 先画好 的時候應該全靜了還是全靜了 記住這個波子是向這邊走的 就是說這裡的圖片拍照的畫都是向這邊走的 我不知道啊 你們自己想吧 那就是什麼? 就是這樣? 是啊 我覺得是這樣 不知道啊 那就再補上這邊 這邊當然不需要畫 補上這邊 如果補上這邊的時候 又玩多一次預測圖片 給你去做調查 那因為這條圖片向這邊走 所以看著 其實最好的方法是這樣 在旁邊加一條線 直一點點就可以了 你就會看到A點將會向上移動 可以嗎? 預測圖片是幫你確認一下 你的答案是否對 對的了 好 這裡將會公開的效果一分 但還未完的 還有餘下的工作要做什麼? 畫三點 是啊 畫三點五個 cycle 那因為你看看A和B之間三點五個 cycle 那這個叫做一 二 哇 糟糕了 我畫得極差 你到時麻煩編排得好一點 long track是會這樣問的 明白嗎? 詳情答案後面有了 如果是網上的同學 在下面問你一些chip問題 問你現在將這個sprint是sketch 我又想問sketch的意思是什麼? 將這條圖片拉長一點點 拉長一點點其實增加了什麼? 增加了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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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改變medium 可以令到傳輸的速度應該上升 這個曾經在這裡做過呢? 拉一條鐵蛋黃 拉它強一點點的 wave length 明顯要看到快一點的 不過很穩定 下面寫了 produce another wave of the same wave length 什麼事? 我真的拉長了 不過那個wave length是一樣的 行不行嗎? 啊 看看怎麼做 做什麼? V等於F lambda 接著什麼不改? lambda不改 這個時候被逼一定要升 他現在問你怎麼改? 問你圖片會怎樣? 圖片會怎樣? 圖片會怎樣? 哪個時候上升那怎樣? 你發覺在同一個像項裡面 你看到的循環應該 增加了 多了 說完 正確答案是後面 不是 不是 後面的意思是在這裡 你的sinnum version沒有的 看上的同學 看上的同學 看一看 你看看影片的話 你可以定鏡 看一看 就是剛才的答案 OK? 記住 答案很簡單 就是要畫到它 以及要哪個先頭再去思考 才是重點 OK? 行不行? 好 接著還有一個What if 問題 下面 它說 Can John produce the same change in D? 在D裡面可不可以用回相同的改變? 接著是什麼? Shaking the strength in different way instead of sketching 就是說 我現在想出到剛才的相同效果 我可不可以拼它 其他方法? 這個所謂another way 沒說給你聽是推大力一點 推小力一點 總之是做Shaking 它問你了 除了拉長的之後 用回Shaking 可不可以做到相同的效果? 有什麼相同的效果? 相同的效果就是說 我就是這裡 可不可以推到它的速度增加 接著那個Waving不變 接著推它 感覺更強一點 行不行? 行不行? 好 有人說行 看答案吧 看答案在旁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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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嗎? 就說過了 改變Fluency 如果看數字的話 看著外面 V等於F lambda 我管它是推快點還是推慢點 我看快點就好了 快點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保持到那個Wave Link不變 因為題目是想保持著那個Wave Link不變 那就是說你可以增加速度 剛剛才說完 Medium的Wave的速度是距離到Medium 你推快點是不會改變過Medium的 所以Medium 如果你沒有改任何東西是低改變的 因此你沒有可能保持著那個Wave Link不變 你的Wave Link不變 將會下降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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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重複了不知多少次的問題 不要吵 好 第二條就是關於Longitude 因為所謂的心就是心座不熟 因為十條可以 一兩條是關於它的 好 下面寫A 它說 美学院寫A將這厲害的距離 就是你想取分的位置就是它的旋律和你的旋律和旋律的旋律的关系 对不对 其实旋律和旋律是什么 是什么 是parallel 或者最好是旋律 好 第二部分他问你旋律 旋律是什么决定 又是看重复旋律 但我看外面 这一点叫什么名字 Center of Confession 那些什么呢 叫We are Fashion Center 或者Center of We are Fashion 我想问两点相测多少个旋律 二分一 二分一什么 二分一Lambda 那现在问你Wayflin 就把这个距离加倍就完了 好 chip东西 合格 一会再看答案 是不是问你 由C去到G 由C去到G 要用多少时间 怎知道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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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找个Lambda 再看题目 给了什么 给了Feruncy 你有Feruncy 有Lambda 一定找到 chip东西 補合格 OK 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 懒得很难 是要说 St Graph of Particle E 0至1个MS 好 第一时间问自己 1个MS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特别 太慢了 有什么特别 读记没用的 也有用的 你读一下 是的 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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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只能成功地画完 不是 是 它画时间正在哪里 是 时间正在哪里 先想... 扫起那些声優 现在还是考虑 在哪里 看外面 第二条式v 一条线 哪一个可能性 对,你求你知,我都不知道是谁说的 这点是E,对不对 没错,我想问一下E,原本的E在上面 现在它向哪边走?左,左是政府 因此,时间零的时候,那点应该上中下哪里? 上中下哪里? 下吧,下面是哪里? 不是最高,即是最低,是吗? 你怎么知道不是,是谁最低? 你知不知道怎么看最低的? 是呀,旁边的Ecolibium 是呀,记住我们是代表Ecolibium 它的Dispacement,看着外面 Dispacement是这样的Dispacement 这样的时候,你没有可能懂得下哪里? 这个将会是什么功能? 四个,正负差,正负负差,这个是什么? 负负差,多少个? 一个,一个,Compat cycle 完了没有? 没,下来,完了没有? 没,完了没有? 完,完了 OK?两分 别说,不要觉得,我认识了,拿五星是错的 Wave,认识了,是正常的 OK? 认识了,可能最多是四个 好,接下来再问你,如果0.25秒的时候 谁是Compat cycle 怎么办?有什么快方法? 其实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问你自己 0.25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特别? 四分一个Cycle打后 OK?四分一个Cycle之后 那么我想问,现在谁是C? 现在是C 什么时候G才是Compat cycle? 什么时候? 多少个Cycle? C现在是Compat cycle G什么时候升Compat cycle? 二分一个Cycle OK? 那么现在我想问,0.25是多少Cycle? 四分一个,那么你觉得 你能够认识到哪个Cycle是Compat cycle? 哪个Cycle? 即是哪个? A A A 我觉得是A 怎样? 你能够看外面? 不,看外面 我想说,这幅图会帮你手的 因为我们知道那是Compat cycle 是向这边走的 所以那是Compat cycle 都是向这边Pubble 那Compat cycle 现在0秒就是这个 它去到G 这儿要几个Cycle? 要二分一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是四分一 对吧? 那他走不到G 就是走到什么? 走到E 那我回答E 那Cobi就回答A A呢 不是Compat cycle 是VM 我刚刚调转 OK? 然后再问你 这些什么视频 不理 打包我看 网上的同学 又看了 那在拍影片就暂停了 那你自己抹分 那旁边有些分数 怎么给的 对吧 记住刷亲图 就是correct label 我们经过计算一个MS 就是几多一个Cycle 所以 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你 不要这样描述 因为你有信息 OK? 好 接着再看下面 What if 问题 他说 Keng说 G always moving to left from 0-0.5秒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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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去右手边走的 0-0.5秒 行不行 我想问 0-0.5秒 0.5秒 就是几个Cycle 二分一Cycle OK? 那就是说 他从0到2分一Cycle里面 全部都向左手边走 对吧 四分一的时间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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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二分一 有什么方法 有很多方法 看外面 最容易就是画图 圖 人都知道S S是什么图 T 现在的主角是哪点? 是G点 好 可以回到我 G点 我要回到对应的ST Graph 它的开始点 上、中、下 中 你怎么知道? 对了 你看到这幅图 它是Equilibium 然后 张福图应该是正常的正浪还是负浪?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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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签 背签 背 背 背什么? 回答我 SD Graph的Compression Center 如何? SD Graph的Compression Center 是固的 现在在问你 G现在是什么Center? 现在G是real version 是怎样? 想清楚吧 OK 如果你说ST 就是反转 就是变成正Snow 因此是正Snow 是负浪 因此是正Snow 还是负浪? 是负浪 负浪 这样的 好 接着Darwin 刚才问你0至0.5 你忘记了 0至0.5ms 应该0至0 半个Cycle 他的负负负负负负字 那这个是负负负 different 怎麽 不是的 它有整数 哪里 它不是整数 那是什麽人 是despaceman 中三夜 所有在这条线以下的数都是负数 负数即是向左行 是啊 是啊 所以看答案 G has displacement to the left from 0 to 0.5ms but only move to the left OK from 0至0.25 OK 那是什麽意思 你知不知道这条问题所谓的moving to the left 为什麽 说话 喂 现在是我对还是他对 两个都对 听着 所以 这个呢 你发觉0至0.5秒全部是什麽 负数 我想问这个负数是什麽负数 是despaceman负数 但是你要看英文 他问 他问你moving to the left 什麽意思 什麽意思 他是向左行 向左行 那我想问 向左行的那个的 physical quantities 是什麽 错 是v 速度 有什麽分别 这个moving to the left 就是说 他介乎在0至0.5秒 全部向左行 是错的 看在这里 为什麽错呢 因为这幅图还加一样东西 就说完了 加到什麽呢 就是在这里 原来你会见到 士根令 他将会向 喂 士根令向 向下 你怎麽知道 一幅图告诉他 时间多一点 便负得更加劲 向下 哈哈哈哈 下到何时 下到最低点 下到最低点之后 时间继续高 那是怎麽呢 向上 这个呢 他的disfaction仍然是负数 不过他的velocity是向正数 所以这个是什麽呢 就是moving to the right 可不可以 所以 原来这幅图告诉他 0至半个cycle disfaction全部在负那边 不过了 如果我们说velocity 呢 就是0至 四分一个cycle 就是在说向负数 但是四分一个cycle 至到半个cycle呢 他就是在玩正数 所以了 下面的 what if的学生 就是这个 Can 是说得对 你错 错的 不应该是0至0.5 应该是0.25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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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次画什么 可以 就是这个解释 就是这个解释 所以有两个解释 看你喜欢用哪个 OK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出发点 是在看ST graph 还是SD graph 我特意和我这里所说的不同 你有两个方法去做 看你喜欢哪个 但重点是说什么呢 这个moving to the left 是在说velocity 不是说displacement OK 可以吗 南保去long fact 会问你这件事情 你要解释 这些当然就不是合格的情况 是合格以上的情况